在现在这个汽车市场上 你很难想象一辆没有对手的车是什么样的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G18绝对算一个 别说是能产生威胁的对手 就是敢来踢管的都少之又少 但是现在来了辆高级货 那么它到底是G18的垫脚石还是蓝路虎呢 这是全新大众微然 相比其他车型而言 MPV并不是大众大众 G18的Avania再上这台车 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微然的车头明显要比G18更长 看位自然也没有G18那么轻松 不过车头长有一个好处 至少发生碰撞的时候 溃缩的空间会更大 村里头白酒的几率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当然了安全性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微然中间操作台的位置呢 跟大众其他的车型差别不大 没有像G18一样 留有一条主驾跟副驾之间的通道 而实际上呢 微然比起G18更加需要这条通道 因为微然有着接近2米的车宽 1976毫米的数据 在普通的标准停车位里 真的就是完全填满了 这个时候就陷入了二选一的人生难题 到底是让自己下不了车 还是让别人上不了车呢 如果这里有一条通道 就可以让自己在副驾下车 也可以让隔壁的车有空间上车 当然现在也不是不行 就是下车要跨栏而已 穿裤子还好 穿裙子的话就有点尴尬了 有点绕 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帮你把进度调回拉 重新看一遍 380TSI的版本就是大众的2.0T高功率发动机 最大马力220匹 最大扭矩是350牛米 这辆车虽然超过了两吨的重量 但是发动机低扭输出还是挺有底气的 所以起步还是能给你很好的轻快感 至少在动力方面不会给你很笨重的感觉 油门踏板的脚感我个人感觉有点太轻了 单纯个人的喜好不同吧 反馈力度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 全段的刹车力度都很线性均匀 没有什么虚位 脚往下踩一点点就能感觉到制动力的释放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车的启停系统工作动静很小 发动机的唤醒几乎做到了无感 无论是从声音还是震动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标准模式下 这套动力适合慢悠悠的开 轻快中带点慵懒 如果想要急加速的话 一脚跺下去 要等 等变速箱 等转速 动力真的 ном 另一半 不好 静 awaken 欢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向盘的圈数也不小就给你慢悠悠的开 我觉得挺好的 很显然大众对于我们需要的MPV的理解 好像还是有一点偏差 但是很明显它已经尽力了 5米3的车长接近2米的车宽 车身尺寸已经尽可能的做到最大 但是因为顾虑的东西太多 空间 安全性 通过性 它好像什么都想估计到 导致最后好像什么都差了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车标就是金字招牌 不用担心它在市场上 并不担心它现在是金字招牌 编写设期间 我们要贼入的官方 我们要贴入的公司 并不担心它 我们要贴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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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贴入的公司 我们要贴入的公司 感谢观看